那这个手是不是不大方便写呀 用手指关节在手机上敲 左手握住右手手腕这样子 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敲 那这样写一篇文章要多久啊 正常人的话 半个钟一个钟可以搞定 我大概要两三个钟才可以完成 那有没有很气馁 这点事我都要做这么长的时间 一开始会这样觉得 但直到16年的时候 上海有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 他看到我的公众号 他觉得我做得不错 于是就给我提供了岗位 在家里面就可以做公众号代运营 有收入了 可以自立了 对 从16年3月份开始 现在我们主要是帮政府单位 还有一些企业运营公众号 看来生意还不错 还行 自己的小团队有几个人呢 我们公司现在大多数都是残局人朋友 那我现在接到有业务的话 我就会安排给他们 让他们在家里面也可以实现收入 你自己的公众号还在写吗 我自己也有在写 你的公众号叫什么名字 就叫蓝猫儿 为什么叫这样的名字啊 首先是因为我喜欢机器猫 还有传说中猫有九条命 听起来会让自己更幸运 现在是我的第二次重生 我呢在16年8月份 举办过自己的第一场 个人的专场演讲 当时来了有一百多个人 那很不错啊 纷纷上台都跟我合照 加了我的微信 然后他们跟我说 听了我的演讲 自己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演讲中你认为最精彩的一段 可不可以在现场给我们展示一下 我每次去做演讲 我都会跟大家讲张德芬女士 遇见未知自己的书里面的一句话 她是这样说的 她说每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其实都是上天送给我们的礼物 只是包装精美与丑乐的差别 只要我们带着耐心 一点一点去把包装拆开的话 你会惊喜地发现 藏在里面的礼物 我这些年用自己的努力 我去发现了 这个上天送给我包装有点丑的礼物 但是我发现 藏在里面的礼物是特别的精美 如果没有经历终于我们一场车祸 可能我还是一个 对生活有点浑浑噩噩的人 还是一个不成熟 不懂事的小女生 那现在大家对我的评价 都说我是特别励志的 我能给到大家信心 生活给你的是成长 是勇气 你不仅仅写公众号 交了很多朋友 运营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